從MeToo這把火燒進了演藝圈 那一天開始 就註定了業力大爆發 而且人設越翻車 大家會越有興趣 想要看看到底是誰 這次被捲進來的 居然是形象良好的吳康仁 居然被點名了 他把演藝圈當後宮 到處碾花惹草 但是吳康仁老型仔仔 他為什麼不擔心人設翻車 風暴才剛剛開始 接下來會怎麼演變呢 是 其實這個出來指控吳康仁劈腿 因為我們曉得吳康仁 他是有女朋友的叫邵雨薇 那卻跟 包括指控他的這位 自稱是受害者的女網友 還有跟很多演藝圈的一些女演員 女藝人也都發生了一些劈腿事件 那所以他看不下去了 他就出來指控 那這個事情是發生在大概一天多前 雖然沒有點名啦 他都講W演員 只是我現在講吳康仁是因為後來大家覺得 他說的就是吳康仁嘛 那他還講 他說這個人喔 他就給一些暗示喔 說哇他形象很好 他呢常常喔 這個會演檢察官 演律師 那還有一點憂鬱氣質 有一點藝術家的氣質 身材也很好 帶演很多廣告 那這樣子大家去猜 就猜到吳康仁了 好 我說的是一天多前 那吳康仁要不要回應 其實吳康仁一開始有回應 大家有一點忘記了 因為他那個回應很短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對方好像是不是做了一場夢 我不擔心 反正我沒做過這些事 不夠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事情一定會延燒 因為你在台灣演藝圈的位置 實在是太高了 而且你的人設跟形象 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吳康仁後來想想不對 就在昨天深夜發了一篇長文 這篇長文看完畢之後 我先不講內容是什麼 我只說 竟然高達快十萬人按讚 在下面的留言全部挺他 等等我到我們聽錯啊 今天如果MeToo風暴 燒到這邊有一套的模式 就是我指控你 然後你一開始否認 我就擠牙膏 我在凌遲你 逼著最後你出來道歉 甚至被告進法院 最後你就人設大翻車 壞人嘛 譴責嘛 結果 在這一套劇本裡面 吳康仁是被指控的壞人 居然有十萬人在下面給他按讚 所以這是目前最戲劇化 翻轉逆轉的一個被指控的人 為什麼走到這一步 好 我們來看看吳康仁到底說了什麼 是 原來吳康仁第一個就先講 你匿名爆料在某影視粉專 可是你有本事你就出來現身說法 為什麼 其實我們仔細看 從黃子焦事件一直到很多 後來的MeToo這些大咖藝人 黃子焦當初指控他的 也是我就是履法的這個部落客 我直接告訴人家我是誰 對不對 你就說黑人指控他的不管是大牙 張圓圓 還是最新的妖嬌 也是指 就是我就人站出來 跟吳康仁講 你呢 你就在那邊匿名 那你匿名爆料不用負責任 然後在那邊做文比賽 你是不是 跟我有仇 你根本只是假怨報復呢 好 再來 這個我覺得講得很玄虛 但很有道理 他說 如果我把演藝圈當後宮 然後這些受害者 可能因為 如果沒有 取救於我的話 我就封殺他不讓他演戲 然後這些都 這些人都結合在一起 互相抱怨 甚至你也知道了 他們也找你了 第一你又不缺內人 為什麼他們要找你爆料 為什麼他們要告訴你啊 第二個 你自己都說女孩子 不願意說三道四 那為什麼通通都會告訴你啊 你到底是哪一何方神聖 你會知道這麼多啊 如果連你一個不是圈內人的人 都可以知道的話 在演藝圈不就早傳開了嗎 那我要花多少錢 跟多少資源才能壓下這個消息 最後他講 他最在意的就是說 你說我利用權勢 利用一哥的地位 去介入具體的選角作業 他喊冤啊 他喊 他說我告訴你 我不但沒有 我還反過來 常常去當救火隊 他說 他說就講兩個 兩個 兩個救火 他說第一個選角一定是老闆之方 或導演跟製作人才有的權利 第二個呢 他說他有兩次是去救火的 不但不是人家配合他 還是他配合人家 比方說他說他有一個 是頭跟尾兩集 然後演性侵犯 他沒人要演 找不到人 所以導演跟製作人跟他好朋友說 你來演演看 他說好我沒有經紀人 所以我自己可以決定 我就來演 頭尾兩集 演性侵犯 第二個呢他講 是男主角突然不見了 那你這劇主角怎麼拍 不開天窗 所以他才臨時去救火 他甚至還講 他說我常常為了拍戲 比如說他要穿高跟鞋 他要男扮女裝 他要瘦身 你這個所謂的忽胖忽瘦 所以你聽我剛剛花了這五分鐘講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連我都想給他按讚 好當然我們知道 很多事情都還是要等日後死亂出 可是你看大批網友 吳康仁也說力挺吳康仁 就都回 不用擔心 長輩也說你不要對號入座 大家說不用擔心 因為MeToo絕對不會燒到我 為什麼他說了一句關鍵的話 我跟據信號報告 他說 我雖然沒有很高尚 但我截身自愛 所以中國你今天跟我講這件事情 是我們所有關注這一兩個月 MeToo風暴一路延燒到今天為止 最大的一個啟示 誰想要這個時間混水摸雲 我不是說吳康仁保證沒事 這事情繼續演變 有什麼證據講什麼話 但誰想混水摸雲潑髒水 想要毀滅一個人 這個人也該被證責 當然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人是黑人 黑人陳建州的這個翻車 看來越看越沒有懸念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告訴大家 現在第三個 被害人或者是當事人擦邊球的人 跳出來指控了 是 說他居然把他拐進了飯店 拐進飯店 拍拍床 暗示他要不要進一步 要幹嘛呢 結果沒想到護膚心切的泛泛 現在才知道說 喔 懷孕期間丈夫 居然如外傳作的那些事情 他想要開口來力挺丈夫 一開口怎麼就被狠狠打臉呢 一開口就翻車 一開口就被打臉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黑人 你從一開始被大牙指控 你用一千萬求償 想賭其他人的嘴 沒想到反而掉出更多被害人 第二個是張圓圓 第三個是妖嬌 那前面兩個呢大家都熟悉 我先講最新的妖嬌 妖嬌的說詞是說 當初他們一起去高雄出差 那黑人呢在飯店裡呢 在房間就跟他講 他說我的床很大 要不要來我這邊 跟我一起睡 那因為這都是屬於 我們用講的嘛 並沒有實際對他毛手毛腳 所以他說 我沒有對方沒有出軟爪 我沒有被侵犯到 可是當時當下的第六感 你去到房間床很大 那這是什麼 這是言語上的騷擾 言語上的一種性暗示嗎 所以他說第六感 告訴我不對勁 好 我問各位 其實你會覺得 妖嬌的爆料 沙沙令必不大 但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黑人至今都沒有道歉 黑人至今都還在說 他沒做過這些事 沒做過哪些事呢 我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我是第九不沾的 我不太喝酒的 第二個呢 泛泛出來護航 說這段期間 不可能有人能夠到他家 他不知道 因為他只出過五次門 第三個呢 泛泛也說 他說 我的老公呢 是不喝酒 結果 我剛剛所說的 除了五次不出門 被人打臉之外 不喝酒這部分 被打得最兇 為什麼 因為你反走過 必留痕跡 有沒有喝酒 看你在節目上 有人發現 他曾經拿過瓶子有罐 那好 那那可能 只是一種戲劇成分 娛樂成分 但好朋友的爆料 總講不了 不然你去告你好朋友 好了 他說 黑人啊 他只要喝醉之後 注意聽我講的 他只要喝醉之後 他就會 偷親人 欸 你現在把他喝醉 跟偷親人 他連在一塊 你有沒有覺得 那怎麼不就跟 那你馬基歐真的是豬隊友 你不是等於 所以會喝 而且喝開了 而且喝開之後 玩很大 對嘛 而且張媛媛不就是 當時被兩次都是親嗎 好 那結果 最後 一定要有什麼 原配出來 因為原配講的話 是最有份量的 但原配說什麼呢 他說 我的老公是不喝酒 結果 最新的消息 你知道這幾天 馬基歐本來在直播 突然半半打電話給他 隨即馬基歐就在 臉書發文曾經說 我們就看最後一句話就好了 他說 我認識他到現在都沒有喝酒 那不就跟你上節目的 完全是矛盾嗎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黑人翻車 後面還不會有更多的 出來指控他 但來看到這個人 No No 我看這下真倒大霉了 不但是 MeToo不但性騷 甚至已經到達了性侵的層級了 你來看到他不但被告進了法院 司法偵辦 他可能會變成情侶第二 給你看到這張照片 哇這個是整個MeToo 風暴延燒到現在 我看到最猛力最強力的證據指控 No No這下倒大霉了 為什麼主持人會說 No No這個人 是目前所有MeToo世界 最有可能被送進大牢的 因為No No 現在告他的人 第一個是 我們現在說今天剛發生的 網紅直播主小紅老師 但小紅老師已經講 還有包含他共25人 會陸陸續續接報告他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呢 這個不是我們播出示意畫面 這個是一個昨天最新的爆料 爆料的是一位網紅 但受害者不是他 是這位網紅說我的好朋友 曾經被No No性騷擾 甚至猥褻 那你要有真相啊 你就要有圖 有耶 他真的播出照片喔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照片 這照片他是有分階段拍的 先拍到No No在車上 證明我所言不假嘛 此人是否為No No 你看他的衣服的顏色 還有那個毛衣的織法 然後下一張照片 他把那隻手放到人家的腿上 這個毛衣的織法 不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同一個人啊 俊相就是用我們所說的 用比對的方法 果然是同一個人嘛 也摸了腿嘛 但是呢 會不會你是自願被摸 不 我們看右邊那個截圖 那個截圖裡面就看到了 No No還對對方 發出了騷擾的言語 最後我想講一件事 因為小洪老師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已經去提告了 他也說了 接下來還會有人陸陸續續 包括性騷擾的提告 性侵害的提告 甚至有未成年 所以他有可能會是娛樂圈中情緯第二 繼續呢今天我們同樣要來聚焦 哇這個真的是真相水落石出 卻演變成另一個風暴 新北幼兒園的未要風波 隨著毛髮檢驗報告出爐 檢察官已經證實 板橋戲子兩地受檢小朋友 都沒有驗群巴比陀 侯友宜今天對當時第一時間說出的重話 他也對幼兒園對老師們對家長鄭重來道歉 但是民進黨呢 從賴清德到立委到發言人 當初拿著數據張官李戴 撩撥了恐懼撕裂了信任 我就說了今天真相已經水落石出 媒體當然要去追問賴清德居然還是衝耳不聞 一句道歉有這麼難嗎 好新北未要案呢 目前看起來已經真相水落石出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下來看說 所有政治人物在這一系列的發言 到底接下來態度是什麼 今天侯友宜呢 其實在跟新北市政府呢 已經開了記者會 他二度道歉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之前侯友宜曾經說過 老師居心否則這句話 當時呢也引發一些老師的不滿了 那今天侯友宜怎麼說呢 他說當時的發言呢 並不是他的本意 如果對幼教老師呢 他感到一些不好意思 他也跟大家道歉說未來發言呢 他會更加謹慎 看得出來呢 侯友宜是拿出誠意 希望能夠讓老師來接受他的道歉 來為這件事能夠畫下一個句點 好 這個問題今天要怎麼看喔 侯友宜今天他說他情急之下 什麼事情讓他情急 孩子們的健康讓他情急 還有民進黨的步步進逼 當時怎麼帶風向的 把這個風向帶成了新北市帶舵 風向帶成了胃藥變胃毒 如果被他們說中的話 天都要塌下來的大事耶 對沒錯 我們當時看到民進黨 窮得洪荒之力 猛打侯友宜跟新北市政府 所以侯友宜才會情急之下 脫口而出這樣的話嘛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民進黨現在面對這個真相水落石出之後 他的態度又是怎麼樣 今天呢行政院長陳建仁出席活動的時候呢 被問到這個問題喔 他其實就直接就說很簡單啊 就是尊重司法調查 直接直接不理記者的就直接這樣講話 那重點來了 之前罵得很大聲的 鄭文燦呢 人消失了 今天也消失了 再來看到這個副總統賴清德更妙了 前幾天寇拉石這個婚外情的這個情況 他也是面對記者也是不回應 就直接走了 今天呢 他也出席公開賞盒 注意看這段畫面喔 媒體在這個地方賭他喔 他出席了一個公開賞盒 媒體開始喊了 對當下就喊了 他問他要不要道歉有沒有聽到 結果賴清德就直接沒聽到 他沒聽到就算 他沒有看媒體喔 這個態度直接讓他直接走進會場 不過當下其實大家還是想要說 賴副總統是不是能夠再講幾句話 甚至呢 當下還喊出說 因為昨天這個中華職棒統一師瘋狂了 那我們知道賴清德是統一師的球迷 就希望說賴副總統你怎麼看統一師瘋狂 結果賴清德也是沒有回應 一個劍步直奔會場 看起來他對於這個未要案 是完全不想要回應的態度 你要知道當時從賴清德到賴匹渝 一直到他的近半發言人 整個拿這個錯單位的這個 所謂的檢驗報告 結果賴清德要把他放下去 要把他往死裡打 就要把他帶風向帶成了 胃藥變成胃毒 今天這件事情應該要出來面對 你不能閃躲 結果他連鏡頭連看都不看 充耳不聞的這個反應 透過這個畫面 人民都看在眼裡 但我覺得最大最大最委屈的 絕對是幼稚園的老師 對 這件事其實受傷最深的 第一個就是家長跟學童 再來就是幼教老師 怎麼講 幼教老師在這一波的 這個胃藥案當中 搞得人心惶惶 大家不敢胃藥 結果今天這個包括 幼教總會的會長廖文秀 他就到立法院去開記者會了 他在記者會上四度痛哭 怎麼講 因為他這段時間真的是受盡委屈 他接到了無數的電話 一打過去電話就罵他 說你幹嘛幫後藥選舉 你是不是有政治意圖 還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非常的委屈 他說從頭到尾 只是站在一個幼教老師的 這個心聲出發 他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圖 也沒有要幫後藥選舉 更沒有要幫後藥 擋子彈一個情況 結果他還自爆說 在這段時間之內 包括其實在六月十二號 教育部發函給各個這個機關 跟學校幼兒園說 希望胃藥的時候要謹慎 結果當下他就覺得這個風向 已經不太對了 怎麼講 搞得老師已經人心惶惶 他的群組裡面收到很多照片 是當下在幼兒園裡面照片 老師在胃藥的時候 被一個一個大人盯著看 這個壓力有多大 而且重點來了 他今天開機子快痛批什麼 痛批民進黨的網軍跟側翼 在網路上亂帶風向 一連一隻出征這些幼教老師 搞得好像是這些千說萬說 都是幼教老師的說 讓他相當的受委屈 所以觀眾朋友 今天整個事情演變到現在 就孩子健康的部分 放了一個心 為什麼檢察官說大家安心 真相水漏石出 陰性反應 沒有任何的亂胃藥 更沒有胃毒的情況 好啦 這個時候當時去撩坡 胃藥變胃毒的民進黨 或者賴清德或者是進辦 或者是民進黨立委 你們要出來負責 要不然你口口聲聲的信賴台灣 你根本在撕裂台灣 對 民進黨沒有道歉就算了 現在還想要硬凹 來當作船過水無河的感覺 民進黨的謊言時間序 我們從六月二號開始看 六月二號到六月十號 可以看到一開始呢 他怎麼講 一開始羅志正就是說 這個新北的胃藥案 已經長達兩年 這個多過分啊 重點是後面這一句 他直接定義是 胃毒胃 不是胃藥 他說是胃毒 胃毒長達兩年 胃毒你有什麼證據 你居然六月四號 就說這是胃毒 完全沒有證據 你就這樣亂講 接下來包括像市議員 跟立委接力發言 還說呢 這件事情早就四月的時候 就打給你市政府的1999 但是完全沒有回應啊 包括像張宏祿啦 蘇巧惠啦 卓冠廷啦 甚至還有民進黨發言人 張志豪還有市議員 戴偉山等等 全部都說 四月份的時候 就打去1999 你市政府的1999 完全沒有回應 怎麼會變這個樣子呢 真相是什麼 你就是為了選票 你沒有信在台灣 你在撕裂台灣啊 還有一個人 誰呢 我們回到上一頁 他 陳建仁你這個時候 不用在那邊雲淡風輕 說一切交由司法 為什麼 你也有一份 我們就來看到行政院 在整個事情 在聊播的時候 踹了一腳 補了一腳 把這個恐懼 拉到最高點耶 對當時大家還記得嗎 陳建仁當時說什麼 說要成立這個 跨部會的調查小組 重點是 我們這一個月來看 你陳建仁做了什麼事 你沒有做任何事情嗎 你當初把層級拉那麼高 好像把這個恐慌 上升到這個府院層級 你府院跟黨一條龍 幾乎要尖殺 要滅掉這個新北市政府的感覺 滅殺侯友宜的感覺 結果重點來了 我們現在試過頭 回過來看 你陳建仁做了些什麼 你今天只說尊重司法 你包括像王必勝 你也沒做什麼事情嘛 所以時間都倒過來看 其實真相一切就很清楚 你行政院跟民進黨中央 根本從頭到尾在打擊侯友宜而已 沒有太久觀眾朋友 一個月前 一個半月前的事情而已 現在如果沒有出來面對的話 對不起台灣人民 這樣子的遼撥 這樣的煽風點火 現在連自家人都看不下去了 對我們可以說這個 民進黨的府院黨 全部上了失智列車 結果現在有人要跳船 就是民進黨自家人嘛 卡蛇楊慧如就在臉書上說 他早就覺得這件事不太對勁了 因為不管是戲子還是板橋 這些毛髮的檢驗呢 全部都是未檢出的情況 他早就跟大家說 早就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 然後20天前就跟大家講了 說大家不要亂上這台失智列車 結果沒想到呢 包括了綠營的側翼網紅 還有一些這個明代 通通都上了失智列車 還猛打侯友宜 最後呢就翻車了 讓他直接痛批 這些上次呢 根本就是無知無腦 跟無恥的造謠 這樣